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指导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影迹 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 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收看 我们的经费来自于 公众的支持 欢迎大家也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公固 支持灿烂时光会客室 让我们能够持续做 更多更好的节目 更多更好的报道 在灿烂时光会客室的 脸书上面依然有 这个精英的陷阱 这本书的抽奖的活动 那有为期两个礼拜时间 所以你上礼拜还没有来 帮我们点书按赞 跟分享的朋友 记得赶快来做分享 按赞这样的一件事情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议题 因为我最近这几年 有机会去参与到一些 高中公民与社会课程的一些 培训或者是一些研讨之类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发现 台湾的高中公民与社会课程 有很大的不同 特别是跟我小时候年代 我们在高中可能读了 三民主义 在国中小学 可能是谈生活与伦理 或是公民与道德 但是现在的高中的公民课程 叫做公民与社会 那在这个课程里头 其实也看到有很多的老师 非常努力的 在这方面的教学 例如说工库就有专栏 叫做教室外的公民课 在这个专栏当中 就有很多的公民老师 来分享他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以及他们对公民教育 公民社会教育的一些理念 今天要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南圣工女中的林梦如老师 林老师其实在过去 曾经把他学生的作业 来投稿给公库 那我们看到这作业 觉得有点觉得哇好棒 很惊艳的这个地方是什么 就是他事实上透过Podcast 透过MV 透过文字 透过各式各样的访谈 来去讨论台南地区的人权问题 特别他们也选定了 跟白色恐怖有关的人权问题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 台南圣工女中公民社会科的老师 林梦如林老师 林老师你好 王老师好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我们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也跟大家介绍 您跟你的学生做的这个作业 那这个作业其实 对我们当然长期关心 台湾的公民教育 也许就觉得蛮特别 但是很多人也许看到这作业 都觉得很惊讶 就是哇 为什么台湾的高中生 开始在做白色恐怖的 这样的一个探究跟了解 那我想也许一开始 先请你来跟我们分享 为什么你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会希望同学 一个高中生去了解白色恐怖呢 这个课程当时是怎么去思考 跟设计的呢 我想我在介绍 我自己的课程之前 我想我先稍微介绍一下 可能大家或许听过 可是或许也觉得 有一点相对陌生的是 两年前其实才开始上路的一个108课纲 那108课纲实际上 它在整个教育环境 其实它做了也蛮大的变革 那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师来说 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 那刚好我在两年前 刚好就被分配到 教授108课纲的第一届 所以有一些的课程 其实真的就是全新上路 那这些课程 其实或许 对管老师来说 其实也对我来说 其实都不是我们高中 所曾经接触过的一些课程 我们那时候高中 其实不是叫公民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公民道德 一个道德的概念 叫三民主义 对 OK 所以我们其实都是old school 可是我想 现在我们在面对108课纲的时候 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完全全新的 那其中我想可能 对每一个老师最有压力 可是也是最大的特色的 一门课就叫探究与10座 那这门探究与10座 实际上它在 以社会课来说 其实历史跟地理跟公民 其实分别都有 都要开设一个两学分的探究与10座 然后通常都是放在高二 那通常这样的一个课程 基本上它会让孩子 或者让学生 其实可以透过老师的引导 然后自己去发现问题 然后开始去收集资料 然后再去做一些资料的中证 然后最后要去产出 所以整个探究到10座的过程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 跟过去我们比较传统的 公民社会的一个 纯教学式的 或者纯教授式的 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课程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很 因为我想包括观众听众们 可能大部分可能要么就是大学生 或者可能是学生家长 可能都比较不清楚 这个整个一个新的一个变革 因为这也是两年节才刚上路 对 即使是有探究与10座 它应该也是可以探究各式各样的主题 就是刚刚谈到的 刚刚谈到包括地理 或者其他的科目 那公民课当然也很重要 是一个探究与10座的 这样一个学习的历程 但是主题那么多 为什么要去选择白色恐怖 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其实这个我有一点点误打误撞 其实我原篇我也不是 真的要去找所谓的白色恐怖的主题 那我稍微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找到这个主题的一个心路历程 其实最早最早 其实我设定的这门课 我刚开始其实在两年前 我还没有真的要进入这个课程之前 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说 我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那当时其实我们学校公民老师们的共识 是要以媒体为主题 那可是媒体报道什么呢 或者是媒体我是要走媒体试读呢 还是我要走媒体角色呢 那其实我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去思索 那也很刚好的 就在也是两年前 那我当时我在看到了一段新闻 在看到一段新闻一段影片 然后里头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是在台南市教书 那其实台南市有一间 应该大家都还蛮熟悉的 叫做粒粒冰果店 那粒粒冰果店的老板 我在看到他的报道的时候 其实他是整个台南市 有关于汤德章纪念公园 还有汤德章故居等等的 其实他是蛮花了很多的心血 那他其实一生当中 他除了他自己的店要顾之外 他也非常非常的极力 在推这样的一个文史工作 那他这样的一个文史工作的一个初衷 是因为他在台南市 他发现他自己在跟台南市民 对话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台南市民对于自己在地的历史 是非常非常的不清楚 所以是他就开始从事一些文史工作 我觉得粒粒冰果店的老板 其实给了我蛮大的一个感动 那当时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感动 先收起来 然后就在去年 去年我记得是10月的时候 那当时我参与了一个再聚剧团 再一次的再聚是拒绝 他们的全名叫做再次拒绝长大 的这样的一个剧团 那我去参加了他的一个课程 他们是一个全台湾的一个高中巡演 那我去参加了他们的课程说明 他们的形式对我来说 我觉得哇OK 这就是我要做的 我就是想要做这个东西 那他们是 他们本身它是一个剧团 然后他们是 接受促转会的邀请 那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个 文史档案判决书 OK 然后他们也收集了非常非常大量的史料 跟文件 然后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消化 然后去阐述他们的一个剧本 那当时我在看到这样的一个课程 这样的一个剧展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于是我就开始去思考 我有没有可能把这样子的形式 然后我把它做出 我自己本身让想要让学生做报导 这样的一个媒体报导的一个角色 然后让他们尝试去产出 他们自己的媒体节目 所以我其实最初的发想 并不完全是从白色恐怖开始 那其实我大概 我也觉得很幸运的是 就在我写这个计划之前 我这两个事件刚好碰撞在一起 那也触发了我 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 包括莉莉宾果店的老板 跟再具剧团他们的形式 我想我就把它做了一个结合 那我就希望说 我是不是可以在 《探究与石座》里面 引导孩子开始去关注 那特别是在地的 然后也是一个人权的一些故事的 一些相关的报道 我觉得这个结合其实蛮有趣的 当然在一开始会有不同的缘由 例如说莉莉宾果师 或者是刚刚谈到的再具剧团 但是他其实整个来讲 他事实上非常符合 这个台湾的一个教育的精神 这个教育的精神 包括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讲所谓的本土教育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在地的教育 但是他可能不是只有对乡土的认识 他应该还有对这里的事件的认识 其中当然也包括 刚刚林老师提到的这个人权议题 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课程方向 或者是作业的类型 对同学来讲 会不会是一个熟悉的 或是其实是一个陌生的议题 因为白色恐怖 虽然最近这几年转型正义的问题 或者是这些相关的文章的这个越来越多 可是是不是同学会关心 恐怕也是一个问题吧 那在做这个作业之前 他们对这些议题的了解又是什么呢 关老师的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觉得真的有问到了几个关键字 那其实我大概对于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台湾开始进入一个民主化开放之后 其实在课本里头多多少少 其实都有接触到白色恐怖 包括白色恐怖的背景 白色恐怖的定义 其实我想对高中生来说 那因为我教授的这个年级 他们在当时操作 探究与实作的时候是高二 那我想他们从国中到高中 其实他们对于白色恐怖 就至少在历史课 我相信他们对于白色恐怖的相关的背景 其实都有一定的了解 那在公民课当中 其实我们也会在课堂上 也会跟同学介绍修复式正义 介绍转型正义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概念 所以其实如果要问说 学生本身他有没有所谓的先辈知识 其实是有的 可是真的到我实际上带他们操作之后 其实学生突然才发现 他们虽然在历史课本里面 有学过白色恐怖 可是他们却对于白色恐怖的案例 所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甚至是他们后来在 去寻找相关的个案的时候 他们才会发现原来这些个案 其实就在他们自己的身边 可是他们自己并完全不知道 甚至很多的孩子跟我说 他们其实是连听都没听过 他们其实是在做这个课程之后 才认识了尹苗条 才认识了王绿德 才认识了OK 像陈青森等等的这些 曾经在白色恐怖时代 他们经历过的一些 不管是他们个人 还是他们所遭遇到的一些遭遇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刚好也让孩子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我觉得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碰撞是 也很符合探究与实作的精神是 他们自己发现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问题 他们自己发现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问题 他们明明就生长在台南这个空间 可是他们却对这些议题的不了解 所以于是他们在开始 其实到最后 他们在产出这些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他们有一个 他们自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野心 就是老师连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让别人知道 然后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不知道 那我就来讲给这个年轻人 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去知道这些故事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自己透过探究 然后也透过实作的过程 自己去发现他们对于台南在地的一个感情 跟他们对于这一段历史 我觉得他们重新去把它连接起来 林老师讲这过程 事实上我自己在大学教授的时候 我也有蛮有一些类似的一些感受 就是我原本以为 例如说好了我们学校进来的时候 这个高中的公民与社会是一个 我们非常看重的科目 因为我们是传播科系 所以我们都觉得应该要对这些东西 是有些了解的 但是其实在跟学生接触之后发现 这些东西他们是有这个概念 但是他常常往往仅止于这个概念的本身 但是这个概念是不是真实的有感受 是不是很深刻 恐怕是未必的 每一个人的状况可能都不同 但是可能普遍来讲 是我只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 但是它是什么呢 它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 它对我的影响是什么 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关联 恐怕未必有比较深刻的历程 但透过这个探究与实作 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个做中学 然后他真的去挖掘到这些东西出来 好那这个是在同学在实作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认识 但是毕竟这些题目对他来讲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 甚至可能也许对有些人来讲 他的家庭也许甚至会被视之为是一种禁忌 或者是说他的功课其实也蛮忙的 还要去做探究与实作 那这个他会愿意去做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困难吗 我想我先回答管老师的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至于学生有没有时间去做探究 我真的必须坦白讲 其实学生在整个学期 他们是一直在哀号 他们真的在哀号 因为其实我觉得学生都 我不知道从老师的角度 我们会去说他们真的有拖延症 那他们的拖延症会导致 他们其实一直到后面 他们累积到后面 其实真的是有工作满档的问题 然后他们也必须要去面对 他们的学科考试等等的 可是我想我稍微说明一下 我觉得这个对探究与实作 会比较公平一点的 就是说其实像以我们学校的 探究与实作的时间的分配上 我们都是在高二 然后高二的话就是 国英术没有探究与实作 那国英术就是考科 那上学期的话 他们是历史跟公民 是放在上学期的学科 所以我们其中考是考五科上学期 那地理是探究与实作 那可是下学期的话 变成他们是国英术 然后公民跟历史是探究与实作 那地理是考科 所以其实他们下学期 其中考只要考四科 所以学生往往会忽略这一块 他们就会觉得说 高科好多 然后那个探究要做的东西 然后老师又逼得很紧 可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学生其实也可以 我觉得这是108课纲的学生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其实他们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做这样的类似自主的学习 或者是自主的探究 所以他们真的必须要 也要学会去把这个时间管理好 不过我觉得这个 从我们老师的角度会这样子要求 可是对学生来说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 他们真的必须要去 全新的要去重新去学会 做时间的规划跟管理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也是一门很好的学习 这的确是理想 就是不是只有在那个知识的本身 而是在那个探寻知识的过程 或是去完成一件事情的过程 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至少我们这个世代在学习 大部分都是一种 常被叫做填鸭式的教育 然后很多东西 你就坐在那边读 其实虽然觉得很辛苦 但是说实在某种程度是轻松的 那可是你有没有实际去操作 包括去发现问题 掌握问题 了解问题 甚至刚刚林老师谈到 那个时间的掌握这件事情 或者是团队的合作这件事情 其实他更需要更多的 这个学习跟练习的历程 那在这个过程之后 同学们完成了哪些作品呢 我接着从时间的管理 我接着讲到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这门课 我刚刚还没有很仔细的去讲到 我的这门课的名称叫做 没有人说的故事 没有人说的故事 那大家可以从节目的那个标题 可以看得出来 实际上我们是用双观的方式 所以我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其实学生他们发现 真的耶 就在就在他们的周遭 然后没有人去说的故事 那由他们来说 所以于是我们采取的方式 就是让他们用小组合作 那他们小组从一刚开始 要凝聚共识 然后开始去收集文本 然后开始要去规划 他们自己要用什么样的形式 然后产出什么样的节目 其实这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小组合作的部分 那其实我觉得小组合作 它本身也是探究与实作 很重要的一门功课 那其实过去就像管老师说的 我们过去都是被填压的 那人家喂我们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把它自己消化吸收 然后自己用 其中考期末考的成绩 我们就能够得到 自己的个人分数 可是现在探究与实作的话 大部分 我相信大部分老师的探究与实作 很多都是用小组的方式进行 那小组的部分 可能就会遇到一个最大的阻碍 就是小组之间的合作 是怎么合作的 然后还有就是 有没有搭便车的问题 还有就算是 大家是有共识的 可是问题是 之间可能还是会有 针对一些意见不合的情况之下 那他们怎么去磨合 甚至怎么去妥协 我觉得这个过程 刚刚管老师问到说 我OK 在学生产出这个作业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老师来说 也对学生来说 其实真的是 他们面对最大的困难 其中 大家就是我刚刚说的 搭便车的问题 那孩子他们真的 自己就要去克服 如果你愿意让人家搭便车 那人家只好搭便车 那老师这边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在最后整个 做成果发表会完了之后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反思 让学生自己做反思的一个过程 那我也试着让他们去 针对自己个人跟同学 去互相做评分的动作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尽量帮孩子避免 这种搭便车的现象 让他们觉得有任何的不公平 那这个部分 更重要的还是要回归到 他们自己在工作分配 是怎么去进行 那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 我真的就是遇到 在我的面前 然后孩子们因为意见的不一样 而就在老师的面前 他们真的就是起了冲突 那这个是我觉得 可是我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我必须要很坦白说 我还蛮享受的 我很享受看着孩子从冲突 然后到妥协 然后到彼此去产生共识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让我看到的就是 我觉得是求好心切 我觉得这个 我就真的要看老师 怎么去看待孩子的一个 合作的一个模式 那我觉得这个是探究与实作 未来不管是 我是不是还是继续操作 这个课程 或者是未来 老师们要操作 什么样的探究与实作 我觉得可能都必须要 有心理准备 我们都必须要去面对的 就是孩子的 他们的合作的模式的不一样 我自己在大学教书的时候 我们也常会有一些 分组的课程 然后我常会开玩笑说 分组就是分裂的开始 那这个其实对很多同学来讲 他们的确可能从小到大 都面临到不同的分裂 那就是不同分裂的状况底下 到底如何合作 那这个分裂的原因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没有办法完成的原因 有很多跟包括谈到意见不同 或者是有很多的躺分仔 就躲在里面 或者是这个大家 劳益不均的问题 但是这个一直是 一个台湾的公民 或者我们做一个公民 一定要学到的一件事情 我们过去的公民 我们过去的教育 很多人强调竞争 竞争他就很难合作 我们要强调自己要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 你就可能很难对他合作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除了看到的是 在所谓的白色恐怖 这些比较本地的历史 甚至在过去的某种政治议题上面 他可以透过一个探究的过程 去找到这些事情的原因 或者是对这些事情的了解 另外一部分 其实很重要的 公民教育的学习 就是一种相互尊重 然后相互合作 共同完成某件事情的过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 来请教林老师 这样的一个作业 到底产出了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那这样的一个作业 对于整个公民教育而言 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甚至这样的一个议题 某种程度上面 对于许多人来讲 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 这种高度政治性的议题 会不会引发了一些争议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其实我觉得公民社会 我们并不会去回避 一些政治的议题 其实反而我们更应该 要去引导孩子 我们不刻意地去碰触立场 可是我们也不回避对话 所以如果真的在遇到这样的一个 可能有些质疑的声音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 OK好对我们立场的质疑 我觉得正好 不管是对老师来说 还是对学生来说 我觉得这刚好都是在一个 多元民主的社会里面 开启对话的一个可能 欢迎再次回到 参谈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参谈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以技术制造库独立制作 我们的经费来自于 大众的捐款支持 欢迎大家可以 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相关捐款的讯息 在我们节目的说明栏 以及我们节目的 这个画面上面的QR Code 都可以来知道 我们的捐款方式 来捐款支持我们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台湾高中的公民 社会教育 在108课纲 这个正式上路时候 很多的家长 都会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哇 那这个考试要怎么考 那怎么准备 可是其实对于 这个教学的内容的本身 其实有更多需要 我们要去关心 关注的议题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圣公女中的 公民与社会科的老师 林孟如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林老师你好 好 管老师大家好 然后那个 灿烂时光 会客室的观众听众 大家好 我们在刚刚上段的节目当中 有稍微谈到 林老师在公民与社会的 课程当中 所做的一些议题 那当然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 所得对议题的了解之外 也让同学在这个团体的合作 或是这个社会的分工 或者是作为一个 公民的训练的历程当中 都看得到这个课程里头的 非常用心的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再请林老师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 总共产出了什么样的作品 有哪些作品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我们这一个课程 其实我们主要的主题是媒体 其实白色恐怖是被我 想进来的一个主题 那其实我们整个大主题是媒体 那也非常非常刚好的 就是说孩子们 他们在探究的过程当中 发现台南市 他们对于自己在地的故事的不了解 然后尤其是他们这个世代 即使他们读过历史课本 可是历史课本里面 对于这些人物 或者是对于这些在地的故事 是真的报道的 不是报道就是在课本当中 其实描述的其实并不多 所以导致他们发现 他们不认识这些个案 所以于是他们就开始去思考 说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做相关的报道 那很可爱的是这些学生 于是他们就从他们自己 21世纪 然后一个年轻人的眼光 去寻找他们可以使用的 媒体的素材 那他们自己也 我觉得像笔老师还要厉害的是 他们其实接触了很多的一些新媒体 所以例如说他们开始去讨论说 是不是可以用podcast的方式啦 或者是他们可以用拍MV的方式啊 或者是甚至有没有可能 他们可以自己自创 所谓的社群粉专 然后来开始得到人们 开始对于这些议题的关注 或者对于这些主题的探讨 那我实际上在我们圣公旅中 因为公民与社会科本身 在高二的探究与师 做我们主要操作的对象 是社会组的学生 那我们在圣公旅中 我们总共有四个班 那于是我就把这四个班 每一个班我就分成六个小组 那所以总共我们产出的节目 总共就有24个 对24个 可是其实有一点点可惜 也不是可惜啦 我们有一点点的困难 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 因为其实台南在地的 白色恐怖的案例 其实老实说并不多 真的不多 大概其实我们大概归纳统计起来 大概就是王玉德啦 丁窑窕啦 高职德啦 那或者是如果跟王玉德有关的 就是他的哥哥王玉琳等等的 或者是陈欣生等等的这些 所以其实大概一个班 一个班六个小组刚好 六个个案 其实真的是刚刚好 所以可能在每一个班的重复性 其实蛮高的 就是个案对象的重复性 其实蛮高的 那很有趣的是 每一组每一个班 每一个组 他们虽然做的是同一个主题 可是其实他们用的形式是不一样 举个例子来说 像大家都做王玉德 可是有一些班的王玉德 他们是用Podcast的方式做王玉德 那有一些他们是用粉砖的方式来介绍 或者来深入的去 继续的去关注王玉德 或者是有一些他们是拍那种MV 用YouTube的方式 就放在YouTube上的MV来介绍 所以其实他们开始去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找到他们可以操作的方式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其实这些对这些孩子 我后来才知道 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全新的 他们也从来没有操作过 可是他们真的就从开始学会怎么去 什么叫Podcast 然后怎么去登录 然后怎么去申请账号 然后甚至在技术上怎么去录音 然后怎么去把它放到那个平台 他们真的是从头都是自己学 然后他们也学起来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对最后他们产出来的东西 其实也都很令人惊艳 那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谢 其实甚至我也鼓励他们开始去跟一些的平台 例如说有一些网红 那他们同样的也会关注一些白色恐怖 或者是一些社会议题的一些网红 他们试着去接洽这一些网红或粉专 然后帮他们分享他们的节目 那其实这对他们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毕竟知道关在象牙塔的高中的孩子 他们其实平常跟社会其实没有太多的接触 可是他们真的是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们既然做了这个节目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看到 对 所以他们就真的 他们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他们真的克服了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障碍 他们去接洽了这些粉专 而我真的也很谢谢有很多的一些平台 很多的一些粉专 甚至包括公库 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 就是说愿意让这些孩子 他们很热心的很愿意的 然后甚至他们觉得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筹备 然后甚至去制作出来的这些节目 然后以及他们很想说的这些故事 然后透过这些平台 透过这些媒体 透过这些粉专 然后进一步的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追踪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在这堂课里面 他们学到或者然后也成就到的一个 他们最有成就感的部分 的确这个所谓的传播技术的学习或者使用 其实它是一个历程 但是这个历程 因为这个技术的普遍 或者是它技术的设计 它事实上是越来越方便 也越来越容易 所以其实很多的高中生 他们常常可以拿起手机来说自己的故事 但重点到底要说什么故事 或者说故事之前 要有什么样的准备跟预备 或者哪有哪些的知识 这其实是一个 在所谓的技术学习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有技术 但是能不能够说出好故事 我们有技术 能不能说出有共鸣共感的故事 我们有这个技术 能不能够让我们所说的故事 有更深刻的文化跟历史的意义 这都是一个可以再进一步 在更多讨论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的网站 也收集了刊登的同学们的作品 也欢迎大家能够到我们网站上面 来多一点的认识跟了解 但是回到白色恐怖这个议题上面 虽然我们现在谈得好像很轻松 是一个公民课的一个学习 但是我想白色恐怖对台湾 虽然已经不是一个禁忌 可是它是一个高度的政治性的议题 我不晓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些同学都说 做作业都做作业 干嘛去问政治呢 或者是会不会有家长说 你做这个政治的讨论 会不会其实带坏了小孩 或者是是不是有什么样政治的立场 要去置入给这些孩子 老师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或者是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是怎么去面对的呢 其实很幸运 我自己在操作 探究与实作的课程当中 其实是没有遇到 那我在或许也有可能 是我跟所处的在台南市 可能相对的我们在政治意识上 或者是在整个一个社会背景下 可能对于政治的议题的讨论 其实还不至于是那么的敏感 那不过这是我自己啦 我自己可能遇到 可能或许有一些老师 其实像我自己在上公民社会的时候 在教学的部分 其实难免 其实公民社会 我们经常会去碰触到 一些政治的一些议题 或者是主题 或者是一些观念概念等等 那其实真的也不免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 我在升公民中 其实我教书也蛮多年了 那其实我也经常的 也不是经常啦 其实也不免 也会有过这样的经验 就是听说啦 听说就是会有家长来反映说 为什么上课就上课 为什么要去碰触政治的议题 不过如果单纯以 探究以实做这门课来说 其实我觉得还蛮幸运的是 我倒没有碰触到这样的一个 家长的反弹 或者是社会人士 或者是有任何的一些 质疑的声音 我自己是这样子分析啦 因为其实 我在做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一直在强调 我做的是美题 那对于学生要选择报导什么 是学生他们自己去发现 这件事情被报导出来 是重要的是必要的 所以他们自己去搜寻 这一些的一些议题 或者是一些个案的时候 其实这个纯粹只是在扮演 他们想要发挥 媒体应该发挥的角色 所以讨论白色恐怖 其实是刚刚好而已 就是我们是有点误打误撞 那因为其实我们也是 藉由这样的一个 报导白色恐怖 然后报导在地人权 所以其实在我的课程里面 我没有讲太多 我没有去用太多 白色恐怖这样的字眼 我用的比较多是 在地人权故事这样的字眼 所以我想可能某种程度 也比较能够去淡化掉 他的一个政治的色彩 不过我还是想要强调的是说 其实就像刚刚管老师说的 其实我觉得公民社会 我们并不会去回避一些政治的议题 其实反而我们更应该要去引导孩子 我们不刻意的去碰触立场 可是我们也不回避对话 所以如果真的在遇到这样的一个 可能有些质疑的声音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 OK好对我们立场的质疑 我觉得正好不管是对老师来说 还是对学生来说 我觉得这刚好都是在一个 多元民主的社会里面 开启对话的一个可能 不是这么相信的 不过我自己对高中的公民与社会 是也有一些不同类型的方式的参与 我其实觉得公民与社会 根本就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东西 我所谓政治性的东西 例如说可能一些基本的权利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保障一些基本的权利 或者是我们其实在也会谈到 所谓社会阶层 社会阶层事实上跟社会的制度 经济制度 政治制度是有一些关系的 可能也会谈到人权 可能会谈到社会变迁 这社会变迁 可能包括政府的政策 或者是透过社会运动 所造成的社会变迁 所以公民与社会这一堂课 作为一个公民 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 这一堂课是根本不可能去 回避政治的问题 可是问题就来了 就是当然有政治立场是一回事 本来每个人都会有一些 对政治的不同的价值判断 特别是民主社会 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 可是我想要问的是 公民与社会到底要给 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公民 他培养出一个什么样的 对政治的认识 或是对政治的态度 或者是换一个方式来问好了 公民与社会课程的 这个课程的核心价值 到底是什么 他希望未来的公民 到底长什么样子 刚好有机会让我回顾到 其实公民与社会这一门课 其实他也是经过了一段蛮坎坷的历史 所以我想稍微简单的回顾一下 就是说 其实大家想象中的公民 公民课难道不是那什么公民与道德吗 以前叫做三民主义 或者是以前其实是一个 老实讲 我自己 因为我在公民与社会这一科 其实我也经营了蛮多年的 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 公民课是被拿来配课的年代 那这个是这样的年代都凸显了过去 台湾社会对于公民 这个科目也好 或者是公民的素质素养也好的 一个不重视 或者是公民的想象 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 或者是一个很有规矩的人 是是是是对 所以可能在 甚至了 这个道德 他们怎么去定义 可能他们也不认为 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所以他们会觉得 这公民与道德好了 就算是公民与道德 他们觉得有人上就好 或者是过去 因为我觉得可能 被三民主义这一门课的影响 其实我自己也教过三民主义 那我们也过去常常被人家质疑 说你们是那个 就是政府 那可是其实 我觉得任何一个科目 即使我过去 在教三民主义的时候 其实他都还是有 他的一定的专业性存在 那只是说 今天这个专业性 有没有被凸显出来 那我稍微说明一下 其实管老师说的 非常非常的正确 其实我们的这门课 叫做公民与社会 我想这个是一个被证明的 应该是 应该是需要正硬的一个科目 他叫做公民与社会 所以他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公民科 也不再是所谓的公民与道德 那当然更不是所谓的公民 不是所谓的三民主义 那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 那当时开始推出所谓的九五战纲 到后来九九课纲 那甚至我的教师证 我自己的本身的教师资格 从过去叫公民老师的一个教师证 我们后来甚至还要经过认证 重新认证 重新做一个科目的一个登记 叫做公民与社会科的老师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 其实就在强化了公民社会 这个科目的一个专业性 那其实我觉得 对于每一个公民老师来说 或许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算是 得来不易的 获得了一点正义感 就是说过去我们不是 很被重视的一个科目 跟自己的角色身份 可是我觉得近几年来 其实我们开始 我们像我们在圣工女中 我们公民科老师们之间 其实我们也经常的 互相的去支持 互相的去打气 我们好不容易 在专业性的这一块 我们需要 我们可以得到提升 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 也必须要去不断的 去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 那至于关老师刚刚问到说 公民课我们学些什么 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公民 什么样的一个公民素养 或者是公民的能力 那其实我就分享 我想现场其实 或者说可能很多的观众听众 甚至自己本身 可能也是公民 可能有很多的公民科的伙伴 那可能每一个人 他们对于自己的公民老师的 这个角色可能不太一样 发挥的方式可能也不太一样 那像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 以我自己的课内来说 我自己就非常非常重视 我的第一堂公民课 那我的第一堂公民课 可能是在高一 或者当然也有可能 是我高二心结的一个班 我都一定会透过这一堂课 先让他们了解 什么叫做公民社会 那他跟国中的公民课 又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在我的这堂课里面 我通常会开始从 刚刚管老师有提到 权力跟权力的概念 去让学生 power跟right 一个power是那种权力的那个power 然后right就是那个 人权human rights的那个right概念 去了解 我今天在21世纪 我在一个民主国家 我本身我应该扮演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公民身份 我的一个公民的角色 甚至我应该要如何的去掌握 或者是去理解我的公民的权利 以及OK 我如何去培养一个公民的素质跟素养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第一课里面 我会透过引导的方式 然后甚至透过结合一些社会议题的方式 以及一些国际议题的方式 去让他们从 去让他们开始去思考 那跟国中可能比较不一样的是 以前国中会叫做公民语道德 那是因为国中的时候可能会被灌输 你必须要 就像刚刚管老师说的 你必须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你才是一个有道德的公民 可是其实到了高中 我们反而要去从 power跟right的管理去重新思考 今天我为什么要守法 OK 那我守的这个法 它是怎么来的 OK 那或者是说 我今天我知道要守法 那我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守法 可是我们要去质疑法的正当性 是 对 所以其实在我们高中公民课里面 其实我们当然 当然如果我们从摊开来讲 当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法社政经四个主要的领域 可是其实我们分别会去谈到 就像我们刚刚说 不管你是从经济学 还是从社会学 或者是政治学 法律学 其实我们都会去从 人权的观念开始去带入 不管是法律 还是社会 还是政治 所以例如说像刚刚 管老师这边提到的 人权的发展 公共利益本身 或者是社会运动 等等的这些 然后甚至到政治片 我们就会开始去跟同学 谈到所谓的法治国原则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在我们公民课里面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元 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深入 跟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内涵 所以它已经不再是过去 我们所以为的一个 可以拿来配课的 一门公民语道德 或者是三民诸 或者是就纯粹只叫公民课 我自己看过非常多 版本的公民语社会 我大概十几年久 我就觉得说 天哪 如果这个老师们都很认真的 去上这些公民语社会 我们在大学的社会科学的老师 大概都会失业了 因为其实真的很难教 而且那个是要非常知识 是非常丰富跟广播的 同时其实我自己也参与了 蛮多有关公民语社会科老师的 研习的课程 你就会发现 哇 这些老师们 都非常非常的投入 可是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当中 台湾还是一个升学主义 或是升学 虽然我们已经多元入学 我们的升学方式 已经有所不同 但是公民社会不见得是很重要一个配分的 一个配科 或者是这个过程里头 有些老师会不会一样 有些学校还是以这个升学教育为主 而公民的这个除了变成一个知识之外 他的社会参与或是公共参与 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实践跟落实呢 我必须要坦白说 因为我个人现在服务的学校是私立学校 那私立学校其实不免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所谓的升学绩效 那我自己个人其实我两者我尽可能的去力求一个平衡 所以我自己也蛮我必须坦白说我自己也蛮重视学生在公民社会这个科目里面 他不管是从高一到高二的一个学科成绩或者是他到了高三 他怎么去面对学测跟108课之后叫做分科测验 可是大家可能熟悉的一个讲法叫做指考 那不管是学测指考还是学测跟分科测验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这么定义了 其实你把学科成绩拉升起来 其实也同时可以带动大家对公民社会科的重视 或许我理论不见得正确 可是我觉得在以考试挂帅的这样的一个升学环境底下 我自己我自己会也会希望说我可以不管是刚刚我们说的公民行动这一块 或者是在同学的一个公民成绩的这一块 我希望能够达到一点坚固 我觉得至少我们不会让家长也好 或者让学校也好 或者让社会也好 会让他们有话说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在我自己的身份角色上 我自己要去拿捏的一个平衡点 但是会不会有很多的知识而无法实际的实践呢 所以其实 我们可能读公民与社会里面发现 台湾的整个社会阶层化的问题很严重 台湾有很多在法律上面 它是缺乏它的应该要有的正常性 政治都已经过时了 可是你说我们要真的去做一些改变 或是真的要去参与一些行动 对很多来讲 它还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 我不晓得有了这些知识之后 它跟行动之间到底要怎么样的去连结 或是它需要连结吗 它有连结的可能性吗 我必须要说 其实高中的学生 毕竟他还是必须要以生学考试为主 所以其实高中的学生 我们真的期待他们从事太多的什么公民行动 其实这确实是比较有点困难 那至于连结的方式 我觉得每一个老师都有他的功夫 那以我自己在教授公民的方式上 其实我会 我是蛮喜欢做 一般我们叫做议题融入的一个老师 所以我通常 或许学生他没有办法真的走出教室外 去参加什么社会运动 或者去关注 实际上去参与 例如说像以我们圣公女中来说好了 我们圣公女中其实外面就是铁路地下化 我们圣公女中外面就是 对我们就是铁路 我们就是台南市的前一阵被拆掉的北区 我们就在北区 然后我们也就真的就是在铁路地下化的眼前 那可是我想即使我们就在我们的隔壁 可是其实我们也很难说 就真的把学生带出去 然后实际上去参观 实际上去去关注他 可是我们会在课堂上 尽可能的会把这一些相关的议题 我们会把它带进来 在课堂上 然后可能在讲社会运动的时候 我们就刚好把它放进来一起讨论 或者是我们在讨论公共利益的时候 我们也会借这个机会去 去让学生去思考 所谓的土地规划 或者是在城市的一个更新的情况之下 或者这个资源分配的一个 怎么样才是一个叫做公平正义 或者怎么样才叫做公共利益 可能我们就会把它带入在课本 在课本里头所要教授的一些相关观念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老师的功利会有所不同 所以我相信其实我们全国有很多的公民老师 其实我们都很努力的在这一块 希望能够做一些播种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 就是从刚刚一开始在做这个作业的讨论 也谈到了公民教育 公民社会教育里头 不是只有知识 包括实作 实作过程也不是在探究那个知识的本身 而是更多的团队之间的合作 彼此的尊重 彼此如何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很重要的部分 当然我们最后也谈到了 公民与社会教育的非常重要的精神 不禁来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有办法 真正的这个知行合一 但是至少知道这件事情 或是探究这件事情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 至于能不能够行 可能每个人他的想法 或他有不同的生命历程 他才有可能再进一步的往 之后的去行动 今天非常谢谢林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非常开心能够去了解到 这个台湾公民社会的这个课程的发展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 跟请教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们节目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